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相片一旦你拿下来用过之后 他上面就会跟你说这一张照片已经用过了 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哪一张照片已经放过了 尤其当你那个相片书很大一本,照片数量很多的时候 这就很好用了,就知道说哪一个卸用过了,哪一个还没用过,你就可以再换照片 好,有时候你放进去的照片他会跟你说解析度不够 那就只好再换一张对不对 刚刚那个李老师,邱主老师说教育部的够点EDU的是5T 哇塞,所以如果你有申请那个够点EDU的不要客气 老师,你都是定期的用USB线把相机的把手机照片传到你的电脑存 对啊对啊,那手机才能清空啊 那你电脑要很大的硬碟,还是你用个外接硬碟专门存相片 我其实我的电脑是一定会有一个传统硬碟 然后传统硬碟的功能就是我这些常用的档案或者是这些要备份的相片 我就会直接放在那边 那传统硬碟它是如果万一哪一天坏掉了,咯咯咯咯咯了 它是有机会就档案的 可能部分还是大部分还是可以得救 但是如果你用那个SSD很快对不对 当系统碟的那个SSD 它里面是那个晶片 它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磁盘 所以这种SSD坏掉的时候 你大概就不会想救了 因为它的救档案 第一个很不容易 第二个你都要委托那个专业的厂商 随便一颗就要花个三万块 那传统硬碟救档案 我们一般自己都还会去救 都还会救啦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那么care 但是SSD我们没办法救 因为那个是整个基板的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你 你的这些重要资讯 一定要放在传统硬碟 而且你还要至少要去买个外接碟 那比较有规划的 会去买那个NAS 就是那个远端储存系统 那里面会有两颗甚至三颗五颗的硬碟 做那个RAID 它会做那个 就是硬体的同步备份 所以如果里面有一颗硬碟坏掉 没有关系直接抽换 那档案都还会在 那这个是NAS的好处 那如果你不想花一万多块去 或者是好几千块去买那个NAS 那你就是至少你要再准备一个外接式的硬碟 那你这两个外接式的跟你的内接的硬碟 你要同时做那个定期的备份 定期的备份 那我的习惯是用那个Free Fire 那个同步的那个软体 Free Fire SYNC 它会自动帮你判断说 你有哪些新的档案 然后它只备那个新档案过去 所以你就是定期做一下同步 这样就这样你会有两份资料 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如果再加上教育部的5T 那你就其实可以另外一份就是放云端 是这样子 好我再留意谢谢 那这个因为是这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失忆跟回忆 所以你那个回忆千万不能不见 再好好的保存 那个公文不见了 重打再重打就好了 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 可是小孩的照片不见了 你会你会呕死 好 这个 好那么所以继续 我们就继续 好所以当你照片传好之后 你还没有传好一样可以运作了 好你就开始可以去放照片 好那像这一个是他的他下面有这个表示这里是可以放照片 所以你就去挑一个看起来比较可以像 可以像是那个长方形的 好比较适合放长方形的这种版面 好就可以拿来放这个页面了 好所以我就把这个拉下来直接放掉 好他就上去了 好你直接这些至于那些要改的这些字 这个都还可以再改 还可以再改 好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书背 就是你的那个外面那个皮 那你放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会出现这个讯号 他就跟你说你的相片只有4096乘以2304 所以他的像素还是有点不太够 所以印出来会稍微会模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这个A5的像A5A5摊开来这样的大小 我的照相机的像素就要这样 这个大概是他建议的这个像素是1500万画素左右 5000乘以3000嘛1500万 所以所以你现在手机的那个真的照相 尽量开高一点的画素 这是必要的必要的 不然你就不能印这么大张 不能印这么大张 好那所以 所以这个是就是你的那个书的封面的 那一样啊 既然他的版面跟你的图片不一样大 有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决定一下这个位置 你可以微调 那微调的方式一样就是点一下照片 你就可以去微调那个位置 好那因为这张照片的左右已经 已经到最宽了 所以左右你就不能改 你就只能改上下 好 好 所以你就去稍微微调一下位置 那如果OK呢 你就再 把这个叉叉关掉 或者外面 讲错了 好 好 微调OK了之后呢 你就在外面这照片的外面点一下就好 好 点一下就好 在外面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你的那个书背就做OK了 书背就做OK了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会挡住 你就看你要怎么挪 版面都可以调 版面都可以调的没问题 版面都是可以调的 这里面字字也都是可以改的 那个插图都可以加的 好 所以就稍微的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页 这边左 这是上一页 这是下一页 好 那你也可以在左下角这里有一个页面管理 这边可以看到全部的页面 所以你点一下页面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页面管理这边呢 你把它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你的书皮 封面封底 然后这是里面的内页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这个就是他帮你做好的版 好 帮你做好的版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我里面的版大概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版面的长相 好 那版面长相 没问题的话 你就是 在这边 你就是你编辑的部分 你可以左 往左边一页 往右边一页去 直接去编辑那一页 直接编辑那一页 你也可以直接点 直接点这一页 他就可以进入这一页去做编辑 那编辑的方法就跟刚刚一样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照片拉下来 通常我们同一个页面 我们就会尽量是同一个区域 同一个区域 你游玩的就同一个属性 同一个属性 所以你就去找同一个属性 比如说这个 是在蒙古的大草原做敲敲板 你的同一个属性呢 就把它放进来 你看哦 你图片一旦被用到 被用过了 他的那个图片上面 就会帮你做一个打勾的标记 就表示这个 这个你已经用过了 这张图片你已经用过了 图片就 然后那个位置你就可以微调 位置可以微调 图片比较大 你位置就可以微调 好 所以这个是放照片的方法 放照片的方法 好 各位可以试着把你的图片都 一页一页的慢慢丢进去 然后你在编辑的过程中 他的右上角会出现 页面尚未储存 不要关闭视窗 所以 他 这个云端的功能 他没有帮你随时存档 好 这个请你要注意哦 所以你坐一坐之后 坐了几分钟之后 请你在左边这里 有个储存 请你就时不时的点一下 好 时不时的点一下 他才会帮你把进度存起来 好 这个跟Cam 这个 这个是很早期就有的 所以他功能 当然没有那么齐全 他不像Canva 随时帮你存 好 所以老师请你就 稍微把照片给抓进去 好 你就换一下你的版 把照片给抓进去 好 这个部分我们给 给老师 10分钟放一下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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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